这三个棗种呢 这三个分类群呢 金黄棗黄棗跟细棗 事实上它的区分 一直会被搬家来搬家去 为什么呢 当你分子真正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这几个分类群 尤其是金黄棗跟黄棗呢 它的界分没有那么清楚 这部分通通是 什么呢 水浴环境都有 甚至在陆域可以找到 那这一群的生物呢 一般来讲 一样叶绿素A之外 再来就叶绿素C 棗核素跟其他的类黄素类 会形成 所以它有很高量的 其他颜色会存在 甚至绿色完全看不到 呈现金黄棗黄色的颜色 原因在这里 那一般来讲 这一群的细胞壁当然没有错 都还是纤维素 到了细藻之后更麻烦 它会有产生细外壳 它会很清楚的 累积塞卡上去 那在一些水浴环境底下呢 甚至你会发现 这个细藻土 从表层一路挖下去 可以挖的几十公尺以上 甚至有更深的 那这是现在很重要的细精的来源 储存淀粉的部分呢 这一群的大事实上都是属于 这个所谓的金和藻淀粉 它是属于短练 比较像人的干糖 就像糖原一样的结构 好那一样有边毛 那这部分当然就都很类似之前的 通常来讲呢 会把它称之为叫 Golden Brown LG 金黄藻门 那单细胞多细胞都会存在 一般这一群的金黄藻 通常比较不会有 二氧化系的产生 不会有什么呢 Silica凝固在外的现象 但是它的外方会有所谓的果胶质 而且呢 通常它具有运动的能力 所以它在水体环境一样可以移动 那会去形成一个特有的叫做纸包纸 而这个纸包纸呢 本身来讲可以利用它 去度过恶劣的环境 所以叫做Statosport 这样的一个结构 光合作用之外 同样的 它会形成从外界去捞营养成分的兼制银性 这样的类型 也是浮游生物里头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群 那我刚刚讲它本身来讲 事实上它不累积性 唯一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 在金黄藻类它在Statosport的地方呢 在Statosport时期的时候 受到环境改变的时候 它为了保护自己 它会在它的细胞壁外面 再去累积二氧化系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什么呢 跟环境抵抗的一个能力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甚至现在有发现了 这个Statosport 一些物种所产生的子包子呢 可以在凝固的水里头呢 继续存活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常常它被拿来研究一些冷冻的一个条件 因为它通胎养单细胞 又可以去具有什么呢 回温之后 继续繁衍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Statosport呢 变成一个研究的一个题材 原因在这里 无性繁殖就很简单的细胞分裂 有性繁殖呢 它事实上是同配 就是一样产生 大小形状一样的配置 就直接 那电视血液下面拍到的景音比较可爱 它外方会有一个果胶层之外呢 它其实类似像鳞片覆盖 它的细胞壁事实上像一个鳞片覆盖上去 那这种鞭毛藻呢 它事实上是多鞭毛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电视血液下面看到它有非常多量的鞭毛 它的鞭毛量非常的高 那同样呢 这个是中兆虫 中兆虫为什么叫中兆虫 是因为它的外方会形成一个果胶结构 把它涵盖在里面 然后呢 它有趣的地方是 它会形成细胞分裂 无性繁殖细胞分裂 那细胞分裂完毕之后 它上方的 就是其中的一只中兆虫呢 会到上方去形成它的中兆 但是它会跟自己又连在一起 就它等于是一个群络性的生长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是刚形成的 然后这是比较久的 这是更久的 那这边是跑掉的 只剩中兆没有那个 什么呢 单细胞在里面 所以这一类型的呢 都属于非常小的分类群的结构底下 一般它的繁殖方式 你所看到的 比如说无性繁殖 它的轻细胞 原来可能是长短边毛的 那个长短边毛呢 在它繁殖的过程 它会先等齐化 等齐化之后呢 开始进入到分裂的阶段 包括细胞和细胞质分裂 分裂完毕之后 整个变成两个细胞之后 其中的一条边毛会重新的延伸 另外一条边毛不动 又呈现不等边毛的现象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 你看到是等边毛的 那中兆虫呢 刚刚有讲过 它会有一个开口 那每一个开口的里方呢 就会住着一只单细胞的中兆虫 那当你今天要进行无性繁殖的时候 它会有方向性的细胞分裂 所以它往开口的方向呢 分裂完毕之后 其中的一只中兆虫呢 就会离开在上方呢 再连结形成中兆 所以你会看到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变成一个丝状的结构 它特别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 Erica 就是甲的意思 甲咒的甲的意思 所以事实上外面会形成一个这种甲咒的结构 那黄枣呢 跟金黄枣呢 都是类似的 同样的 它也是单细胞 但是黄枣跟刚刚讲的金黄枣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部分是 它一类群的 它会进行分裂之后 细胞核分裂之后 细胞质不分裂 而形成这种单细胞的多核囊状体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大细胞里面有很多的细胞核 是因为它细胞分裂完 细胞核分裂完毕之后 细胞质不分裂所造成的结果 然后它的繁殖方性呢 基本上是属于无性繁殖的 主要都是无性繁殖的 所看到的藻体 单细胞或者成丝状 色素的部分 东样有叶绿素A 刚刚讲的之外 还有叶绿素C 还有其他的叶色素 但是黄枣类等 它跟金黄枣比起来 它缺了枣核素 那因为缺了这个枣核素之外呢 让它的颜色 不会像金黄枣类那么深 而比较呈现淡的一个结构 除此之后 它里面有黄枣黄素跟细胛枣树 还有无戈藻黄素这些部分 所以让你看到是黄绿色 黄绿色的这类型的一个结构 颜色 一部分的黄枣类呢 它会形成这种丝状 而这个丝状结构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事实上是一支细胞核分裂 所以你看到是一堆细胞核在里面 然后整个管里面 你如果去数你可以数不尽的细胞核 但是呢 它开始走入有性生殖的时候 它会分别去形成隔间 而这个隔间呢 当然两个是临近的 一个是肠经器 一个是肠卵器 那当然肠经器本身来讲 就会除了细胞核分裂完毕之后 细胞质分裂去产生雄配子 那这个雄配子等成熟之后 前方会形成开丑就散发出来 我们所谓的精子的部分 到肠卵器里面跟卵去做结合 所以它走的是软配生子 这是在黄枣们一些类群里头的 比较特殊的现象 所以单细胞多核囊状体呢 会在黄枣里头被找到 那这种单细胞多的囊状体呢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 细胞质全部都是只有一个 细胞质全部都是连通的 这等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细胞 但是它的细胞核是分裂完毕的 所以你所看到呢 它呈现不管是这种分支结构 或这类型的结构的时候 你去点它里面的细胞核量 非常的高 非常的多 简单的把它画成一张图的话 你就看到这个都是细胞核 这个都是细胞核 这样的一个构造 那形态的部分呢 它有刚刚讲的丝状 有单细胞 有些呈现多核囊状体的管状的结构 所以学着不同的物种 会有一些差异的存在 那也当然呢 比如说这个绿囊藻鼠 这是属于黄藻类里头的绿囊藻鼠 它是球形的 但这个球形的呢 它会在外面形成一大层的黏膜 这个黏膜的结构就让它细胞细胞分裂完毕之后 无法分离 所以这一类群的黄藻类呢 如果你要去看 要鉴别的时候 它有很多必须要去注意的 比如说你今天去看到的 单细胞多核囊状体 你最好要把它整个生活史的部分呢 从头到尾观察完毕之后 再去做鉴别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只观察到其中一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会有缺漏 可能会有鉴别不清的一个现象 同样的 你今天绿囊藻类的呢 你看到它独立存在的时候 它事实上 跟看到变成群弱的结构 会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藻类甚至会把这两个呢 放在不同的物种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结构上的一个差别 好 那黄藻类呢 在无性繁殖的时候 除了刚刚的类群之外呢 甚至它会在这种丝状藻的结构里面呢 去产生这种所谓的净包子 Alpha Aprospo 那是什么东西呢 它本身来讲 是没有运动能力的 它就是一个球体 今天释放出去之后 就是水水漂流的 一般来讲 当然主要形成是动包子 所谓的Rospo 有动包子 但是在黄藻门里头呢 部分的分类群 会形成这种净包子的结构 好 那同样呢 黄藻类刚刚有讲过 它会形成这种管管型 就是说单细胞多核囊状体 所以 这群的呢 在刚往上膨大的时候 你在里面点是点不完的细胞 但是它这个膨大的结构 会慢慢延伸 会慢慢延伸 类似形成管状的结构 然后呢 在它往上或往下的一个突出分支之后 它会去形成熊配子 提升实配子的部分 就所谓的肠经济跟肠卵气的部分 那维持它整个细胞结构 细胞构造呢 其实主要是它的液泡 有很大的功能 所以 通常来讲呢 在黄藻类这种所谓的管状的分类群呢 它会长在潮湿的土壤表面 它是陆生的 但是它长在潮湿的土壤表面 就形成这种什么呢 囊状之后 然后沿着土地表面呢 继续形成管状生长的一个情形 好 那 在黄藻里面呢 最讨厌的 就是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五格藻 就我们刚刚讲的 单细胞多核囊状体的这种结构 它有性繁殖产生筋卵 产生 什么呢 卵配生质 但它无性繁殖的是什么样呢 它像这样吐起来 直接在这个隔间里头 形成一个巨大的细胞 而这个巨大的细胞里头有一堆核 就跑出去了 所以你在这个巨大的细胞外面 你可以看到有边毛的结构 它有运动的能力 但连这样的一个无性繁殖的结构 它都是什么呢 它都是多核的结构 所以以这样的情形来讲呢 有弄包子出去之后 到了一个地方 它附着起来之后 它还是多细胞核的 所以能去区分它的有性繁殖跟无性繁殖呢 就真的必须在浅微信底下呢 去看它的什么呢 外表的形状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看 肠精气肠卵气呢 它就是很清楚的侧面分支 然后最终它是一个一个小的细胞 精子散出去 而肠卵气它形成软 但是呢 今天它如果形成是无性繁殖的 涌动包子的部分呢 它就是在往侧向的 管状分支的地方呢 突然形成一个隔间 而这个隔间呢 就整个在里方形成一个大细胞 而这个大细胞呢 外面会有非常巨量的边毛 让它可以进行涌动的一个结构 好 那在整个藻类里头 最小最小的这个部分是细藻 最后面的部分 不是最小 最后面的部分是细藻 那细藻呢 其实它的特征 在整个这群里头是最容易分辨 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 你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单细胞细藻 有少量非常非常少是多细胞的 通常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上下钙的结构 就好像你们在做生物实验那个培养米 在副培养米一样 那 它的特征在细胞壁 同样细胞壁的最主要成本还是纤维素 但它的纤维素的外面会大量的累积 而让它变成一个硬壳 这个硬壳有好处也有坏处 有好处是它可以保护自己 有坏处是什么呢 也限制了它生长的能力 所以等一下会讲到它的无性繁殖的部分 它无性繁殖在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走有性繁殖 是有它的原因的 好 那淡水海水都有 而且其实还蛮好找的 你到一个河川或者到海边 你看到那个石头上面滑滑的 你把它刷 刷了之后稍微做一下梨形去捞 一定可以捞到细枣 好 那 它的花纹在显文字下面看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花纹的结构非常的有趣 也作为它的五种鉴别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而它的主体结构就是一个 上下钙核的细胞 通常都是男细胞 所以在里面呢 等于是里面的部分就是它细胞磨和细胞内物质的一个构造 所以你可以找到叶绿体 你可以找到立腺体 你可以找到细胞核 所有的结构通通都一样 就跟一般的细胞是一样的 但是它就多了这个上钙 跟这个下钙 把它给框起来 好 那它的色素呢 主要还是叶绿素A 除此之外 叶绿素C 细枣黄树 枣核树都有 那这个是细枣黄树 这个是枣核树 结构来讲呢 走的是两侧对称或辐射对称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时候 如果是呈现圆盘状的 通常是辐射对称 所以呢 它那个二氧化系 所构成的上下钙呢 有一个特有的名词 叫做臂壳或细枣外壳 这个臂壳细枣外壳 因为不同的物种 会累积的结构就不同 所以在外面 虽然有大量的二氧化去累积 但是呢 它会形成所谓的点纹 条纹或口纹的结构 每一个物种不一样 所以是一个很好 鉴别的一个构造 所以你今天去捞的时候 你在这些细枣下面 一般的细枣下面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构造 三角形圆形 长角圆形 不一定 看每一个物种 就会有不同 通常它都是具有移动的能力 它会利用Proposmic的一个直流呢 让它产生永远的能力 但是呢 如果今天是水域环境 然后大量的累积 死亡之后大量的累积呢 常常会在在地 这些潜水环境呢 形成了细枣土 那细枣土事实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矿物 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相关的 包括你最简单要使用到的玻璃制品 到最高等级的你的细晶圆体呢 通通可以由它来当作原料而来 所以我们在讲的细枣土 大路叫做龟吧 一个石 两个土 应该是这个字 龟 我们这边称之为细 它会变成为龟 好 不管 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来讲就是化石化的必可 所以你如果去查现在正是很多的民生用品 也会用到它做什么 比如说你这些吸水电 也会利用它来制造 因为它的多孔隙 可以水下去之后快速的吸干 所以是一个应用性很大的一个物质 好 那在那里面呢 这一群的都跟刚刚的金黄藻黄藻一样 都是金和藻淀粉类 那繁殖方式呢 主要就是无性繁殖 只有到了没办法的时候 才会进入到isogamy 彭佩生殖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这边特别强调它是没办法 这个生物呢 把它自己局限死了 那个上下壁壳的东西 好 今天上 当你要进行无性繁殖的时候 就是走所谓的细胞分裂 细胞分裂的结构底下呢 就是一个细胞拿到一个壁壳 那拿到的壁壳 只会拿来当上盖 所以如果你今天所看到的细胞分裂 无性繁殖 右边的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它拿到上盖 上盖呢 对不起它补下盖 大小形状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很不幸的 它是拿到下盖 下在变成什么 上盖的时候 所以它在里面 形成下盖的形形底下 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个壳变小了 那随着这个下一次 又拿到下盖 当作上盖的时候 它制造一个新的壁壳下盖 它是不是细胞又变小了 所以随着时间一度下去 它细胞越来越小 小到最后无法承受 只能怎么样 把壳丢掉 把壳丢掉又不能走 减速分裂 这个时候就只能走什么呢 只走有性生枝 对不起 这个时候不能走无性生枝 只能走有性生枝 所以细早 当你走到它本身 大小的极限的时候 称之为最小化的结构的时候 它就只好认命 开始进入到有性生枝 它原来都主要是二倍体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产生了减速分裂 所以第一次减速分裂 第二次减速分裂 通通都一样 其中三个盒会降结掉 只有一个盒 所以本身它今天 二倍体的细胞进行减速分裂完毕之后 每一个盒 没办法全部存活下来 四分之一的机会 其中的一个盒留下来 三个就降结掉 那那个单倍体的盒呢 它就可以得到原来细胞的所有资源 这个时候 它的上下盖会打开 自己去形成的配置 所以每一个二倍体的最小化的细胞 只会形成一个配置 而这个出来之后呢 这两个单倍的细胞 会互相融合 互相融合完毕之后呢 它会利用原来 所得到整个细胞里面的 包括细胞质的所有构造物质呢 开始去制造新的壁壳 所以它这个时候制造出来 两个上下壁壳 上壁壳跟下壁壳呢 都是它可以承受的最大化壁壳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恢复到 原来最大化的细胞结构 然后再往上又走到同一个路径再来 所以一般来讲呢 大概走有性升值的时候 走减速分裂的时候呢 都是已经到了万不得已 最小化的结构的时候 只要这样来进行 好 那细胞呢 它的科学上的重要性 跟经济上的重要性呢 一样 它在整个生态水域环境里头 也是一个食物链 里面最重要的供应者之一 虽然它有壁壳 但是它一样会被律师给解决掉 那 一般来说 沉淀下来的 沉积下来的细胶土呢 用途非常的多 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 可以拿来说为研磨的材料 包含可以直接拿来做绿膜 包含可以后续作为玻璃 或者是细晶体的原料 那 当你对细胶土的研究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古生物学里头 对湖泊 对海洋 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依据 因为它的壁壳不会消失 所以很容易可以找到化石的细藻做研究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生物学的一个指标 好 那所有藻类基本上 从 从到尾 把它整个讲完 花了大概三分之一学习的部分 快半个学习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最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包括了绿藻 和藻 细藻 金黄藻 红藻 还有甲藻类 大致上把它做成这样一个表则 这我就不仔细再去讲了 好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